四川梁山西昌市发生森林大火 造成19人死亡 其中有18个死者都是消防员 起火森林位于西昌市庐山 星期一下午3点起火 大片山头火光红红 火牆面积至少1000公斤 并威胁附近西昌城区的安全 当局派出超过2000人迫救 并疏散附近千多名居民 星期二凌晨1点多 21名陵南苑森林草原专业破火队员 在潜往火场的途中遇到风向突变 一行人被大火包围 到了清晨3名消防员获救 但陆续发现另外18名消防员 和一个负责大陆的员工已经遇难 陵南苑委宣传部尚在破火队出发的片段 也是他们出事前的画面 19名遇难者的遗体 下午移送西村市殡仪馆 大批市民自发送行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 并作出指示 要求迅速调集力量展开科学施救 在确保破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组织灭火 强调要坚决压制事故灾难多发的势头 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穎报导 ov线电视机